今天我們都是講歷史 上幾次我們都講了天文的歷法 其中一件是中國有四大發明 其中一件很重要是火藥 其實正確來說這個講話是否正確呢? 其實都是的 你說在這個全世界的文藝研究裏面 相對比較早有文藝記載 去將那幾樣東西混合 甚至他記錄了那個配方成份 就的確出現了在宋朝的文藝 就有了 中國就出現最早 甚至由演化的角度講就是 後來在那個古代中國文明裡面 那種將火藥不同成份的玩法也都是很多的 就是變種很多 其實用那個叫做什麼? 我們看病毒變種多的地方通常就是發源地 那現在這個發明變種多呢? 所以這裡我都會覺得 如果講這個火藥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發明 我會贊成的 但是講那個火藥其實都很籠統的 因為火藥都分了那種的 比如說我們講Gunpowder 是不是平時我們玩的那些什麼小朋友玩的那些火箭 那些叫做黑火藥 還有其他的 其實以前呢 講的是十二十三世紀左右 當時蒙古大國興 他們用什麼火藥呢? 都是黑火藥 其實講的是最初發明的那些叫做黑火藥 這樣夠黑 裡面的成份就是那些燒石 木炭 是不是? 硫磺這樣 一堆這樣的東西混在一起 以一個比例去混在一起 甚至大約找到就是那個燒石的比例就要相對高了 在英文有一個Term 就是那種叫做Suppiterm Suppiterm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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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Protestium nitrogen 的那堆東西 就是砂糖 木炭 另外那些燒石 這樣混在一起 例如那些燒石 其實那種爆炸的來源 很多時候是來自這些Suppiterm 它是佔了大部份的 就是說可以佔到四分之三都要是這些成份 其他的東西就幫助 令到燃燒更加徹底 而且在這些初代的黑火藥裡面 就很大煙 其實你要知道那種火藥的爆炸的威力 就是來自它在短時間之內 急劇的化學反應 產生出來大量的氣體 於是乎就突然之間很多物質一下湧出來 就有一個衝擊波 於是乎就造成那個破壞力 這個就是那種爆炸品的威力的內容 據我自己看何冠彪那種的中國科技史概論 我忘記了那個歷史 我有本書在那裡 他說其實為什麼會引起這個 做了這個火藥出來 就是以前的道士 道家的人 薔卓揭取說廑歌 是研究营单 Schlicky炎色訓練一下為什麼會爆了 是呀 永遠都跟他堆出那聲音 ீuh 是啊 爆發了пол介 signals bowel 就手機炎了那個牛股眼 是成份性的 就是我們要搞那樣的 但是很多人吃糟了 其他人吃糟了受到了就爆了 那所以現在我想一般主流國就是 你說這就是李弱西說 strad 其實中國所謂的發明火藥是因為原本的人煉金單 煉金單煉了火藥出來 那不是的 但是煉得來後來就嘗試去找這些配方成份 那煉單的過程可以說就是一個研究的過程 研究探索的過程 而且就是需要很多 大家不想每次找命博 就是需要很多很理智的判斷 就不是亂試 那不小心就被它試到這條荒 是弄到一些火藥出來的 其實就是一個都不知道好事還是壞事 但是我這件事就算不是被中國導師發現了 就遲早被其它文明和其它方法發現了 我不知道了 可能到現在大家覺得 如果中國不發明火藥 大家不明白 但是後來又發明了炸藥 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今天去講的時候 這個火藥本身 其實在蒙古帝國他們是怎麼用的呢? 其實是這樣的 我這裡要recall一件 很早前發生的很不幸的事件 安倍晉三被刺殺 如果大家看新聞 基本上就是那個行空的人 他是自己用自製的黑火藥 基本上就用我們生活環境 周圍很容易買到的那些材料 可能純粹是一些肥料 那個燒石的成分比較高 木炭、硫磺這些全部都是比較容易 生活環境拿回來的東西 你要買一些正式的材料 弄一些比較高級的炸藥 其實是有限制的 你一買就很容易起疑的 但是如果你要弄最基本的那些黑火藥 其實是可以真的用普通的材料就弄到的 首先就是黑火藥的威力始終是很有限的 其實你看到安倍晉三他被行刺的時候 說那個人發射的距離 說20米左右的距離 其實這個差不多已經是那種黑火藥的極限 你想那個黑火藥的威力再強一點 你可以強一點 但是你就是沒那麼準 或者你是需要整件東西要大件一點 重型一點 你沒有可能推一瓶 好像你在澳門大炮台那支大炮來去射人 就算他是用黑火藥的話 你那個器件的大小限制了 你下的 他能夠承受到的那個爆炸的量 然後出來那個火藥都是比較不穩定 一潮濕就基本上沒有用 而且就是他的準繩度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 要當時安倍晉三他被成功地行刺 其實都說的是第二槍才是致命傷 距離是說一個20米左右 甚至乎更短的距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種比較山寨土炮一些 就是技術比較低一些 這種這樣的黑火藥製造出來的那些武器器件 那個威力不大 它能夠做到干擾了一個騎兵衝鋒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相比之下 你說蒙古人他能夠 他那把箭能夠射到那個距離 以百位計呢 什麼時候才到你那個火藥發揮的威力呢? 其實就是這樣 你就算有那個弓箭你還可以靠自己鍛鍊來去瞄準 你的火箭的瞄準能力更加差 這件事一直到18世紀都還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那些人很簡單地說 蒙古又靠火藥去吃虎的 其實如果你看一些歷史學家 譬如我自己很喜歡看歐陽泰 一個荷蘭裔的歷史學家 他很喜歡研究這個東西的文化交流 其實今天我講這個題目很大的資料來源 就是來自歐陽泰的那本叫做火藥時代的那本書 很好看 其實他寫過另外一本都很好看 我也會有些內容可以放在《科學回憶》那裡說 因為他講到那些這樣的 鄭成功去打台灣 和荷蘭人戰爭 中間接觸到一些武器的較量 其實有些科學東西可以講 我們將來可以再講 如果講到《火藥時代》這本書 《歐陽泰》的其中一個觀點就是 其實就是你那個蒙古人的確是有帶著這些火藥去打仗 但是其實它主要那個攻擊能力的構成 是靠他們那個戰術和那個層面 那個火藥就是一個比較輔助性質 這樣 是不是能夠做決定性的效果呢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再增長了 但是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那個學術的討論就是 為什麼中國在發明了這些東西 為什麼是沒有用到 或者被人後來居上呢 其實這件事又很有趣 其實就算你看回歐陽泰這本書 他自己也有討論到的 為什麼後來中國又落後了呢 其實你一直看著明朝他一直都有不停的 玩這些黑火藥的東西 但是你說就算去到西方 他是去到 那種黑火藥就很大的煙 那些煙多到就是你基本上一射完一槍 你就等於告訴別人 你在哪裡了 就是拿破崙都投訴的 這件事 那種在歐洲之間那種 後來那種互相攻伐啊 那種戰爭的狀態其實就很促使到 有人銳意去發展新的這些這樣的炸藥 其實這個過程呢 不只是在歐洲才發生的 你的火藥傳遞到中東在絲綢之路的過程裏面 在元朝帝國那裏呢 就是印度人呢 他都已經想到用一種的載體 來去張住那些這樣的火藥 然後把它塞進去一些材料裏面 明朝一樣的那些什麼雷火彈呢 其實就是把那些火藥塞進去鐵殼那裏 然後去爆 令到威力加大 印度人亦都想到怎樣將那種黑火藥的材料 去拆成一塊東西 就用一些東西 好像一塊泥膠那樣的東西張住它 令到它穩定一些攜帶 然後也有個威力在那裏 其實大家是不停地去 因為當大家想到 這件事可以被作為武器的時候 就想到怎樣可以只傷到人和傷到自己 就是這件事發生得越多 研發越多 你看到後來羅貝爾的故事 什麼消化金油的故事 是不是 怎樣將那些東西弄成能夠更加穩定 甚至煙的量更加少 那個配方不是再用以前舊的東西 再加一些其他新東西去令到那個威力在那裏 這個研發過程其實就在最後在歐洲發生 但是就算這樣說也好 最後你會發覺就是雖然歐洲有一個新的發明 但是新的發明出來 如果給那種變種的種類 其實都未必比得上明朝 將那堆黑火藥玩來拿出那種變種的種類 不過就是明朝你看過發展就好像橫向地發展 將那樣東西弄成煙花給小朋友玩 弄成這樣怎麼用 就是一種橫向的發展不同的應用 但是如果說那種質量威力的發展 就更加多在歐洲發生了 那就是歷史就大家選不同的環境需要 就給了不同的結果出來的意思 但是如果整件事我們可不可以以這個個案去推算 就是為什麼中國在科學的問題上去到清朝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這麼大的距離 這個就真的又是另一個大題目 不過我知道我嘗試用另一個例子去做 讓大家一起去想一下 其實不僅僅是火藥出現這個問題 你如果說在那些夢溪不談的記錄裡面 它說在宋朝 它有記錄到石油 但是唯獨是你見是因為工業革命才升得 將這些石油變成為燃料推動蒸氣機 然後就將整個工業革命推起來 但是你説將那堆鹽油 即是那些酷油石油 中國都有用的就拿來就這樣當點燈去燒 還嫌髒 嫌那些又髒了 但是就沒有想到原來可以變成一個威力這麼大的東西 這樣也是 中間其實你發覺出現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就是那個歐洲出現了那種資源上的競爭 領土上的競爭 然後就無論你去想一下怎樣在水路那裡去找一條新路 還是在陸路上各國之間的精戰打仗出現得很頻繁 但是似乎這種競爭就相對來說 在當時明朝也好清朝也好 出現的時間比較短暫 就是說如果中國最趕緊引入新的火藥技術 來殺過你死我活 你一定要數回袁崇門那些東西 是不是? 無論是明朝、清朝大家是鬥請全教士去幫他找一些 這要太太了 因為以前你做的節目 在古今的百祥戰役我們講過 其實那個源頭在澳門 這個值得多說一次 不過就可能用一些科學的東西講多一點 大家能夠引入新的技術 大家都要買佛羅基聰 是不是? 大家都要買那種蒲國佬製的那種炮 那種炮當然就不一定是在蒲國生產的 蒲國在他的佔領的殖民地 澳門、西環、蕭灰龍那些都弄出來的 是不是? 而且是供應風行全世界的 那些還要是風行東亞 起碼那時候就是 就是這種這樣的 其實很奇怪的就是 我就會說在中國可能都有一段時間 是比較積極去引入這種技術 而去明朝的時候主要研發的就是在官方的機構自己那裡 然後你說就算明朝、清朝 就算鄭成功都大量引入外來的技術來打這場仗 就是你說這件事本身 為什麼最後會發生了 連那個就是發生了在 我想很多的土壤是突然之下很多那種材料 是在西方那裡很齊備 就是真的 你如果在講那個元素周期表的故事 就是叫做Mandelift Periodic Table 第一代的元素周期表的故事 其實你如果看這個人的人名 其實他有份去參與這個火藥的開發 其實他作為一個化學家去分類就是 你會發覺那種reductionism的這種想法 去了解這些物質為什麼會是爆炸不爆炸 他就懂得用一種很原子分子的方法來去了解 從而就令到他可以在研發那裡有個新的知識 有個新的優勢在那裡 你會發覺就是整個工業革命 科學革命 一起在這個時間發生 我這裡沒有辦法用一個三言兩語講 為什麼會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那個競爭的激烈的程度 大家那種 不只是戰爭 不是軍事上的競爭 經濟上的競爭 開發殖民地新資源上的競爭 和知識上的競爭 是同時間發生的 那你就會看到 而這件事在中國都沒有出現 最後就是那種發現就比較少在中國出現 你會看到是這樣 我不是嘗試去解釋它 但是你會看到那種過程會是這樣 是啊 那這個題目實在太大了 但是有人也做過research的 很著名的就是李藥室寫了十幾本很威猴的書 但是李藥室自己最後給一個解釋我覺得是很廢的 他記錄了很多東西 但是最後他自己去下個結論 其實我覺得是很差的 不要緊 這個題目沒有 但是我有一個現象 我想大家都很認同 你會看到到了在明朝之後呢 中國人對於物理世界 物質世界 就是外在世界 那個好奇心其實是很少的 我會用另外一句話說 他的好奇心沒有用到好像我們現在現代科學的方式去呈現 他可能繼續是停留在那種道家的那種層次 那種宋明理學的那種層次就是 就是未必那麼容易想到一個物質上的原因 不要向這個方向發展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這些答案就是有一種那種 客觀實驗的精神來去探究 就是那種標準的實驗方法沒有很整理的 沒有建立出來的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在 我也跟你講過了 我去了在米蘭和在羅馬的時候 我們都去過達文西那個博物館 你會看到由達文西到加利略呢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lock book的 就是簡單的就是有一顆波珠 在那個軌道是直線還是卡路下來呢 是 是 是 他們做了很多很多次很簡單的記錄 是 是 我只能看那些lock book的 是做了很多次的 不要小看這些東西的 拋體運動 拋物線運動 我們值得講一集的 其實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就是由澳門引入那個大炮的故事 其實裡面那個大炮寫的軌跡為一個拋物線 其實就是這種東西 其實你會發覺都是一個客觀上 是一個競爭的結果來的 我們怎樣建立一個儀器 好好記錄這個物體運動的軌跡 這個東西已經是 就是為了要徹底了解這個問題 令到我們更加能夠有能力去競爭 這個東西已經是 就是你會發覺 推動了他們整個那個 物理科學的發展 你都不過意之中就是 但是這個紀錄本身就是 mechanics力學的基礎 你沒有這個紀錄 大家就在那裡吹 在中國銀行業找不到 中國銀行業 所以沒有mechanics 沒有了流來力可 那有mechanics 跟著牛頓就會想 為什麽會有這個馬眼引力 不是 為什麽 是說 那個馬眼引力的 是怎樣 我覺得不需要我們去評論 大家看一些物理學的故事 其實已經知道分別在哪裏 但是我們可以考慮這件事 其實所謂的 the great divergence 就是出現一個不可挽回的分別 就是在明朝和清朝的初期 特別是乾隆那個時代 但是那個時代是中國最繁榮的年代 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是啊 是 不過都這樣 這件事都不是乾隆自己能夠耗制到 因為你在歐洲也在那個時代 發生了那些事 也都有先行那麽多預備好的土壤材料 在這裏 不刻意溝出來 就是這個 知識上那種 那種重新的啟蒙的時代 就是一種知識的大爆發 那你真是要 真是 剛巧巧撞出來 你問我那個過程不同 你不刻意怎樣溝出一個火藥的配方 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去說擔心 但是我可以推論一件事就是 在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現在正在重複呢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有戰略意義的問題 不過呢 我們兩個都應該沒有可能解釋得到的 我們寧願講多些故事 大家去多些思考討論 是啊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喔 喔 122 here 你可以 啊 這 euch 不能幫你 你好 我 那你 有